多伦多佛光山与佛光园美术馆共同承办的 新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4月13日于列治文山喜来登饭店举行展前记者会 正式将佛光山开山宗长新云大师 近年来以新言写出的一笔字 介绍给多伦多的社会大众 新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记者会主席 《觉出法师》介绍今年86岁的新云大师 一生致力推动人间佛教的理念 洪化全球 大师洪法布教于半个世纪 以不同的文教形式启发世人 并广开各种法门 书法也是其中之一 新云大师一生最欢喜 以写字跟大众来结缘 新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从2009年年底开始就陆续在欧洲 美洲 中国 台湾 香港 各地巡回展览 这一次多伦多的大众实在很欢喜 新云大师的一笔字将在 雷尔森大学5月5号 5月6号来展览 至于新云大师 他曾经回答大家所问的 这个展览的因缘是从何而来 大师说 一笔字的展览可以说是拜疾病所赐 大师一生红发度重 因为长期舟车劳顿 身体有这个所谓的糖尿病 所以这几年 他的眼睛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呢 慢慢地看不太清楚 甚至这个手也颤抖 但是大师 他还是日以继夜地 以这个写书法来跟大众结缘 因为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他下笔必须要一气呵成 不然如果停顿的话 第二个字不知道要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大师的一笔字 可以说是以这个心眼 以心来写出这一笔字 一气呵成 亦会成就 所以一笔字 让我们能够看出大师的慈悲 大师为利益大众的这一份心愿 大师凭借莫保与信众广结善缘 也就是成就佛光山 在世界上建立200多所道场 分别院和四所大学的一带因缘 此次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 能在多伦多举办 与多伦多的大众结缘 主要是获得佛光山中午委员会的指导 以及佛光园美术馆的协助 这次的展览 总共展出了心云大师一笔字的书法 总共应该有26幅 每一幅都是字字好字 句句好话 都是佛说的 都是我们人要的 都是真善美的 大家可以来看看 我右手边的这一幅 普门视线 普门视线 它的意思在告诉着我们 就如同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一样 处处祈求 处处应 只要你有需要 观世音菩萨一定是寻生救苦 来帮助你 来救济你 所以期许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做一个大慈大悲 来为大众解决问题的 观世音菩萨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幅 永不退票 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 经济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里面 我们离不开我们的家庭 离不开我们的父母 离不开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有一份责任 我们要来信守我们的承诺 永不退票 我们永不退转 敢于人们身处紧张忙碌的生活 加上经济与今年自然灾害的冲击 藉由此次举办书法展的姻缘 还特别邀请到美国西来大学执行董事 医空法师李林多伦多 5月5日下午2点 将在怀雅逊大学罗扎市管理学院7楼讲演听 以困境中的智慧为题 引领大众如何运用佛法智慧 来跳脱身心与现实的束缚 为自己寻求一个自在随缘的人生 进而创造因缘 转化人生 调育人生 继续